小順 是 小順 是 想必這一位非常有能量 很有愛心的一位大姐 是 我們這次的主題 其實跟她息息相關 是為了她的設計 對 因為她蓋了這間大房子 花了非常多的錢 是 貸款 那現在還沒還完 因為小順現在也算是 很有能力的一位 是 我要幫她還貸款 沒有 謝謝 謝謝 留下來 其實你知道十多年前 那時候我跟鐵哥剛剛在一起的時候 爸爸就有一天就說 我們的南下要去芳鳥 吃一家很厲害的海產店 是 那時候在路邊小小的店 對 一二樓 那個人滿 那個要這樣 那時候救急很多人 對 對 那個端菜要是說對不起 對不起 沒有 最厲害的是 跌倒了 太還好的 還要跌倒 對 可是這個大房子 就希望大家留在房內 留下來 好好吃一頓 真正的在地人 所為你呈現的好料的 而且它蓋這麼大 就是希望提供其他的一些空間 對 然後可以放一些在地方料的東西 對 對 對 希望就是在地好物可以 在顧客來到之前 是 有個呈現的地方 有我們的農特產品 然後我們的漁獲的 還有那個果乾 果乾 果乾 蜂蜜 夾娃娃雞 沒有 沒有 這只是要展現 我很會夾娃娃 好 好 這邊 這個都是榜娘的海釣魚 因為剛好颱風過的時候 有些魚來不及游回來 所以來不及跳上來 對 所以今天看到的就是這幾種 對 這個是什麼 北部說蜂蜜 南部說嘎蜂 嘎蜂就是會把網子撿破的 蜂蜂就是喉嚨打開 你煮完的時候那是黑的 嘴巴尖尖的這是 對 那個蜂蜜 它後面有一顆字 蜂蜜 蜂蜜 魚如果長得什麼樣子 大概就叫什麼名字 這一看就知道 這是鰻魚嘛 它游得很慢 不是 這是布拉魚 布拉魚 布拉魚是布拉魚專屬於港 所以布拉魚是這個區域的特產品 到一個季節的時候 就有專屬的這個漁船 出去往這個布拉魚 布拉三個月 護魚四個月 因為綁寮是淨海漁業 東港牠們都屬於羊羊漁業 所以我們的漁船 進來的時間是不確定的 漁夫出海的時候 海到牽涼 海到牽涼 時間到了 可以回家 可以回家 是 那這樣我們怎麼點 會點到比較特殊的 可遇不可求的 這個就跟那四方菜一樣 有什麼 你吃什麼 就是沒有辦法寫入菜單 因為不知道每天漁夫到底要 會來什麼 對啊 這樣也很好 這每天有驚喜 聽說姊姊知道我有些不吃 對 她有做一些特別料理 是不是 今天有幫我想了什麼 還是布拉魚 因為來到芳寮 一定要讓你布拉 要 滿好的在地 因為芳寮確實是知道 我們印象中 算是一個小魚村 因為沒想到榮譽姐姐 她原來有那麼偉大 以及那麼瘋狂的想法 想法 她不單單全然是說 我賺多少錢 她反而是希望大家 大家留在這邊 讓大家認識她成長的地方 來了… 好夢幻喔 你看滿滿的 有櫻花蝦 櫻花蝦的炒飯 對 我們店的櫻花蝦炒飯 跟外面不一樣是 外面都是蛋炒飯 然後撒幾隻櫻花蝦 我們完全沒有別的材料 就是櫻花蝦煉出油之後 讓米飯吸取櫻花蝦的香氣 然後單純就只有 純櫻花蝦米飯 晶瑩剔透 是…你看 粒粒分明 非常純粹的 每一口都是櫻花蝦的味道 是 整個飯裡面那個蝦味 好香喔 櫻花蝦它特有的那個香氣 然後煉出來那個香油 跟飯直接融合 直接那種蔥狀的那種感覺 對 是一種加乘的效果 而且因為它這樣做 還有一種日式炊飯的那種感覺 有…太美妙了 要吃一種點子嗎 這就是那種小孩的海豬魚 一碗做原味的 一碗做有風味 這是我六十米的 招牌就是古早味 我媽媽那時候傳到現在的口味 一隻魚有兩種小售 吃到魚的原來的味道 跟吃到一個風味的味道 這個很棒 這個點子也是這附近的一個特有魚嗎 是 常釣到 對 我們比較少看到點子 對 這個清蒸的超好吃 超好吃 有沒有 像吃風味的 這個是客人很喜歡的一個味道 而且很純粹 它單純只有醋跟糖 你說醬汁就是一個廚師的靈魂 它說會有一種和風感覺 但是用這個蒜描下去 這個香腸 我是香腸達人 有沒有 頂級香腸 香辣不辣魚 聽說這個不辣魚要製作到香腸裡面 工序很重要 剛開始在製作的時候 就是夏天 大太陽要把不辣魚曬乾 這樣子才能釣出不辣魚的香味 對 然後我就跟著 一起曬黑了 我本來號稱 曬焦了 我本來是仿鳥的白人 真的嗎 就是有一點不太想做 但是有想到說這個 如果能延續這個仿鳥的在地美食 在地特色的話 是 還是繼續跟著曬黑 做到冬天了 我忘記說冬天的太陽 沒有那麼強烈 對 就已經好多不辣魚就失敗 它主要的原因是怎麼樣 因為太陽不夠熱情 所以沒有曬乾 它會在裡面 會產生變化的 是 姐姐不是曬得跟不辣魚一樣黑而已 對 她的眼睛跟不辣魚一樣 曬得變成貢眼這樣子 對 然後這個 這個蒜頭就是剛才前面的 那個在地小物 然後蒜頭乾很香 對啊 搭配這個香腸就是很特別 對 很厲害 很香 體驗流了它的那種香氣 對 我就把在地好物 也跟著帶進來這樣子 這個是仿鳥野生羅 然後它還有一個傳奇故事 是我媽給我敘述的 我媽媽說的 我媽媽說的 來… 她送給妳媽媽 妳媽媽 這樣沒禁止嗎 她說當時蔣經國很喜歡吃這個螺 她等它去 曾經三年年一顆都捕撈不到 很香耶 這樣好像有點烘湯的感覺 對 就像一層這樣子 對 野生羅它只吃海藻的 那個尾部它會帶點乾點 那個羅可能在蒸完之後 它有質意滲透到那個半邊 慶到裡面 蛋的剛好那個焦味 吸飽它的那個湯汁 就是撐托出它的鮮味 真的 那好好吃喔 你們的醬料然後也調得很好 那個醬料真的是一絕 就是五十年傳下來的 當初是誰先開的 我爸爸是遠洋漁船的廚師 廚師 出海的時候被菲律賓扣走了 後來就換了菲律賓的護照 可能 我可能有一些兄弟姐妹 在那邊 是 然後因為這樣子想一想 就說還是不然就留在自己的故鄉 然後開一間小店的話 又可以照顧家人 然後當時是在火車站前面 然後最初最初只是賣個 東本鴨跟東龜鴨 那應該人還不是坐海鮮 不是 那時候仿寮是轉運站 所以說提供過路的人一碗熱食 那後來才發現 這裡的海產是自己跳起來 就開海產店 不是 是我媽媽太聰明了 因為這裡接近漁港 然後客人都會詢問說 有沒有海鮮 對 有燒烤嗎 有蝦嗎 然後就莫名其妙的一樣一樣加 然後我們就變海鮮湯 做得還不錯又變海鮮店 對啊 我們五十年前還沒有外環到的時候 真的仿寮像是一個不葉城 現在就是開了外環到之後 一定要特地轉進來 才知道這裡是一個 離山近 離海近的小漁港 那麼美麗 所以說人家說我們仿寮像 舊師的普羅旺師 小舟妳猜一下這個是什麼 這應該跟水果有點關係 裡面一定是有什麼絕招 為了今天順哥要來 昨天半夜夢裡想到的一道菜 夢裡 就夢到說如何結合仿寮特色 然後又有一個在地門 所以我就做了這個 烤了金沙 真的耶 很好吃耶 真的 那是金沙吃下去 還有一點點淡流沙包的那種感覺 這個味道很好吃耶 就是我願意把五百盤 其中一盤給他推出來 那我就要感謝順哥跟威哥了 讓我啟發靈感 然後又創造出一個阿達特色 真的是昨天半夜想到的 然後連企米都來不及準備 他從客廳的那個 因為我知道順哥是一個 石頭跟藝品的愛好收藏者 為了讓阿喜歡這一道菜 所以不得已把我媽的古董 搬出來裝 如果裡面才可以加一點甜甜的 看你們屏東這邊 把芒果的甜還是什麼甜 加一點進去 我最甜 很會撩很會 她剛剛小顆的 我剛剛送兩顆大顆的給她 我差甜 我加芒果進去 真的很好的想法 妳也可以試試看 好 妳為什麼這麼有使命感 就是哪一天開始 我一定要好好的推廣這個方向 我是從小一直哭著不要做 從路邊攤越哭越大 煎到那麼大的店 然後現在因為我欠銀行太多錢了 換我媽媽每個月都問 妳又欠多少了 我們又要做多久了 對 換我媽媽每個月問我什麼時候 可以就不要做了 因為大姐人其實還有很多的一些夢想 就是還要想要再完成 那時候的想法就是 地方照顧阿達五十年 那阿達能為地方做什麼 好 我來蓋一間很漂亮的店 讓人家去飯而已 吃海鮮 那時候地方都笑我 六千萬 我就躺著就不用做了 對啊 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蓋一家店 所以說 這叫阿達是對的 我把阿達 我把阿竿 到目前為止我 還了多少 不是 已經賣路快 賣路第六年了 是 我來說一件事 妳說 我還在試營運 還在試營運 對 因為當初太單純了 對 原來大店還落筆 是不一樣的 對 不敢開門 這樣慢慢做 慢慢改 慢慢進步 真的 整個地方你很明顯的感覺 房療變好了 然後年輕人都願意留下來 在自己的家鄉 想要做一些事情 那我覺得說 這一切都是值得 這一切的努力 都是很有衝勁的 妳看 這個房坡已經開始放起煙火了 是 沒有啦 不要看 他只是心裡的煙火 已經去點了 是 昨天我們在跟他聊天的時候 他說 一定要保持他的心情跟正向 料理出來的東西 才會迷人 我的願望就是把這裡弄熱鬧 然後讓人家喜歡上仿寮 所以最近有一個年輕人 他本來要在仿山早點 我說仿寮 黎一山進 黎一海進 這麼漂亮 你沒有到仿寮 你就會錯失一個很大的機會 所以他來這邊做了一家漫漫烤 它是韓式烤漫 全部是原味的鰻魚 然後搭配生菜 那個醬料 完全是刻板韓式的口味 不用到韓國 再仿寮就吃得到 看到沒有 冷面笑將 我現在直接吃它的Q度 我們期待 這一條街的一位姐姐 變成燈火聰明 家家都是電上的 對 我很希望 能夠越來越熱鬧 然後人家喜歡來這裡 漫步 漫活 喜歡上訪聊 謝謝姐姐 謝謝 老師 我們好想要工作了耶 可以在這邊聽浪聲 然後浴室裡面還可以泡澡 好像自身很多種空間的集合點 對 有點令人意外 看起來小小的 但它裡面其實因為整個空間感 也可能有挑高的關係 而且它有彩繪 會讓你覺得 真的是躺在星空那裡 直接打開窗 直接面對大海 晚上真的是聽到海浪聲 那種白噪音 所以睡得好像特別好 把你帶進去 你的夢中聖劍一樣 有聽到喔 對 林老闆 老闆 老闆 你好 昨天有沒有睡 有 睡得太好 太棒了 這裡很舒服 躺在房間就可以直接看到海了 這裡又可以在沙灘上面 玩沙灘排球 對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游泳池 我們那邊園區又很特別 像國外一樣 在這邊就可以度假了 而且依山傍水的感覺 然後他們有很多東西可以吃了 光一個早餐就這麼豐富了 整個園區其實是有分開的 玩水的歸玩水的 玩沙灘的歸玩沙灘 然後住宿歸住宿 對 在這邊是親子的 打卡 很多都滿不錯的 晚上還可以唱卡拉OK 還可以烤肉 看中間我們那種 對 戶外享受 在這邊一次可以完成 彷彿是有一個自己的 私人海灘的感覺 而且老闆說以前呢 這裡完全是一個 通況廢墟漁漁溫 是喔 還是一個早期的眷村 都沒有開發 都是生很多草 屋頂都沒有的那一種 一磚一瓦 慢慢這樣整理出來的 怎麼會想說用這種水管 因為有些人走露營風 有些人走哪一種風格 因為考慮到成本很高 我想說如果到後面沒做了 這些水管屋我們還可以移動 其實水管屋很棒的一點 就是這樣子嗎 它隔熱很好 隔音也很好 對 重點不怕排空 它夠重 而且在海邊的建築物 其實很容易被那個海鹹侵蝕 對 像這種就可以放很久 對 這個很有生意頭腦 其實這裡很棒 我們南台灣這一段 很棒一點就是 它可以玩到十二月 冬天的時候這裡還是涼涼的 還是穿短一短褲而已 對 所以很舒服 我們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那一棟是包洞 氛圍也不一樣 樓上剛好前面有椅子 所以可以看海 好厲害喔 你怎麼會起心動念想說 做這件事情 我最早是從訪寮開始 我訪寮有一個精品 現在上五星級的民宿 你們可以有空來看一看 非常漂亮喔 因為我們是屬於 舒適圈裡面的慢活遊 旅遊過程當中 那種品質還是很重要對不對 那邊可看日出 可看日落 有麻將天 有卡拉OK室 所以還有景色是剛好在漁港的正中央 所以可以看到小琉球 所以它景色也 天氣好的時候 高雄85大樓都可以看到 都可以看到 所以那邊很特別 平中平南這個區塊 有很多的城鎮 我們好像對他們很陌生 經過我們這幾趟真的走下來 我們覺得說 這裡有很多祕境 像這裡有卡拉OK瘋瀑瀑瀑 我們這一地就是蠻果蓮霧 像八八風沙很多被水沖走的 現在這裡還有原住民的水源地 都是很漂亮的景色 山谷都還留著 還有這裡 還有一個東西可以抓 可以玩 這裡巨蟹可以抓 可是我希望大家可以保育它 抓完就會給它放回去 這裡有海龜上來 殘暖 冬天的時候像夜市 每個人都在那邊釣白帶雨 冬天的時候很肥 它的浪都這麼大嗎 還是油位比較平一點的 我可以冬天浪是完全平的 因為這兩天有氣流 所以浪才那麼大 二哥 順哥 我這邊走 老闆 你算荒寮人嗎 荒寮人 我在這裡土生土長 發現這個地方真的很美 沒有人去開發 所以我才來開發這一段 這裡早期也是游泳池 以前這裡都是魚子 這個都是九孔池 做了很多裝置藝術 讓大家可以停留在仿山 看一下這裡的美景 拍拍照這樣子 天氣好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南台灣看得很漂亮 對啊 不過今天剛好颱風過後 這裡水是不是藍色 對 不然這裡 不然平常是藍的 對啊 很漂亮很漂亮 因為每次要開去墾丁的時候 經過這些 好…心情就開始好起來 莫名其妙在海灘上面 出現了西瓜 你小時候沒有看過那種 陽光綠野攝影棚 對 只要一出來就會有遊戲嗎 是… 那這個遊戲是非常非常經典 猜拳書的人 要拿著那棒球棍頂著額頭 是… 在原地轉石仙 然後另外一個人 告訴他如何找到西瓜 把西瓜給集成兩半 對 集成兩半 我們也不浪費 中午吃飯的時候 大家一直把它吃掉 對 要珍惜食物的 以前我看你們玩的時候 都是大西瓜 是 這個也算是可愛 更難打到 對 但是今天這個氛圍 我們是可以好好的玩一下 好 猜拳囉 來… 剪刀 石頭 布 剪刀 石頭 布 好的 你是不是一直以為 我會出布啊 剪刀 石頭 布 我都輸 對… 所以今天你不要再出布了 好… 所以我每次都贏 我覺得很無聊 所以每次 我這次出拳頭了 好不好 剪刀 石頭 布 好壞喔 我剛剛其實一度想說 我應該要出點別的 但是我最後還是終於原味 是嗎 你這樣子玩 也算是一種回味無窮 你一轉的時候你就開始 我這36年 怎麼過了那麼久還在轉這個 會不會轉好了之後 我已經在菲律賓了 你要把棒球換給我 好… 來了 我帶你到一個安全的位置 好喔 來喔… 那個方向對不對 非常準喔… 來喔 準備 開始 第一圈 二 三 你的球棒怎麼移動了 三圈而已 三圈而已 五 OK 好囉 來 請直走 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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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直走 直走 往右一點點 右… 對…往… 往…往你的右… 踩右… 踩你的右… 右… 步伐往右踩 再來… 再往右… 右…再來… 再來… 再來… 好… 一…二…三… 打下去 再往你的右手邊一點點 左手邊一點點 一擊必殺 感覺如何 其實我剛剛在黑暗當中 我一直以為我已經快要到那裡了 真的嗎 其實你轉完算非常準 真的嗎 剛剛在踩的時候 就一直往 差點真的是菲律賓啦 最主要是 剛剛那個早餐 已經到咽喉了 那接下來呢 那邊要運動一下嗎 那我們來感覺一下 這個沙灘排球 這個就不是我要吹牛了 是 嘿 開玩笑 你以為你是體磚的 就很厲害嗎 是… 但是你不要打太遠 你以為我跑不了太遠 對… 哇 他們在踩椰子耶 好像是喔 哈囉 嗨 這是客人要喝的 我們幫他們採 如果你們想喝也可以 可以體驗一下 客人點你們就會來採嗎 對 先採先喝 好不好 那這個就輪到你了 是 輪到我服 你採是不是 不是 你上去 我幫你拿椰子 那拿幾顆是可採的 都… 那一串都熟了 對 割它上面的那一個就可以了 有梯子很棒耶 我以前還沒有梯子耶 以前沒有梯子你怎麼上去 就抱這樣子 抱… 抱上去 真的還假的 小心喔 這個從這裡 對 慢慢弄下去 滿滿的喔 但是它會很重喔 我覺得你會扛不住 它太重了 是喔 還是要剪一顆 你先剪一顆 可以剪一顆的 對 好…小心 不是剪那個 剪它旁邊的那一個 剪那個比較好 對… 一根一根的 對 喔 好了 我們一顆就可以了吧 那不用 這一顆很多水 喔 真的嗎 你看 我們這一顆 它水分滿多的耶 喔 這是 醃之爺 這樣應該可以了 刀子給我 我把它鋸下來 好 好 謝謝 我很不喜歡 臉上弄到東西的感覺 加油 小心不要割到狗譜 那你要抓好 要不然它 跨浪就 往下墜了 對 有 Yeah 完成 好 小心 可以嗎 可以嗎 切好等一下 幫你們拿過來 先嘗嘗 好不好 謝謝 哪一顆比較有水的 多很多水 多很多水 多很甜 對 稍等喔 謝謝 這是我們剛才踩的 剛剛吸到一大口果肉 很甜對不對 就吸到果肉是不是 我吸不出來 那孔洞太小 因為孔洞有點小 然後所以 要吸得比較大力一點點 清涼退火 好棒喔 這個就是 南瓜牛奶鍋 那是我們在地小龍 做的那個南瓜 然後磨成粉做下去做的 我們的客人 特別喜歡吃這道菜 好奶喔 剛剛 對 味道很濃厚 那我這個應該是椒麻 對 它是 我們炸出來的 它外面是脆脆的 裡面是嫩嫩的 它的醬汁是我們自己特調的 味道會比外面的不一樣 酸酸辣辣的 很好吃 新鮮檸檬 就擠了對不對 對 因為這個芒果冰沙 這個很好喝 是我們自己種的芒果 下去打的芒果冰沙 因為這個季節喝芒果冰沙 真的超棒 對 這個這麼藍是剛剛去撈海水 你看 對 藍杆 焗氣 好飲 這也很好喝 清淡的酸甜 它腹地夠大 所以你就覺得這樣真的是 那種度假氛圍感 極好 遊客要路過的時候也可以進來 喝咖啡 然後用餐 對 聽那個浪饕的聲音 然後吹著海風 特別放鬆 妳來這邊多久的時間了 差不多有六年了 在這邊 妳是嫁過來這邊嗎 對 原本在哪邊 江蘇 江蘇 對 喜歡這裡的溫度嗎 這邊的太陽特別熱情 每天面對大海的感受 覺得如何 很放鬆 很不錯 在這邊工作很好 然後我們傍晚的時候 我們應言四季的 夕陽是不一樣的 有粉色 有紫色 然後特別美 這個椰林吹來的風特別香 然後如果剛好有機會 它成熟採衣科 對 你看 這是怎麼樣的享受 來…讓我嗅一下 你看 好笑喔 你看 等一下我們睡著了 你就不用叫我了 沒有關係 對…你就忙你的 喜歡我們池城都市 穿梭香店的旅行風格嗎 那你現在要做的是按上訂閱 加上小鈴鐺 快點… 快點…